情人节让一向重视仪式感的明星们又有了新动态 就拿西梦瑶来说 早在2月10号他就开始晒美照了 看来何游君已经提前为妻子准备好礼物了 西梦瑶花着精致的妆容 气色看上去很不错 尤其是身上的小洋装 净显贵妇气质 西梦瑶身后是一大树粉色玫瑰 花树上还有一个精致的小熊玩偶 曾经的超模如今变成贵妇 实现了三年抱俩娃的计划 虽曾被吐槽是赌王家族的生育工具 但不得不说人家生完孩子后越来越漂亮 少女感十足 至于四太梁安琪对西梦瑶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变 甚至还将自己的酒店生意交由西梦瑶管理 可见她的地位早已稳固 说起情人节很多明星都有不同的过法 比方说孙丽和邓超 两人就曾因为玫瑰花太贵 邓超一口气给孙丽买了七个大西瓜 还称自己送了最重的礼物 除了邓超孙丽这对逗逼夫妻之外 胡信尔和老公的情人节也很有意义 两人会举杯庆祝没有拥抱也没有亲吻 一副老夫老妻岁月静好的模样 他们还会来到当年举办婚礼的地点 即便生育了三娃但初心不改 如此浪漫的一天真的很有信意 明星秀恩爱 有浪漫的也有接地气的 陈妍希和陈小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对 据悉两人是阴系深情 一开始并不被大众看好 而且很多人都觉得陈小迟早会被陈妍希拖累 但结婚之后两人不仅没有绯闻 反而很幸福 情人节当天陈妍希晒出他们的节日大餐 是一顿平淡又有味的涮羊肉 这顿饭太接地气了 没有精致的碗碟 平淡中反而透着真实和幸福 其实对于明星而言 情人节除了秀恩爱之外 还有另一个含义 那就是情人节 不少明星选择在这一天宣布离婚 也是够扎心的了 2022年2月14日 吴倩晒出和女儿的照片 并官宣了自己与张宇健离婚的消息 随后工作室证实了这个消息 两人和平结束婚姻关系 并且成为彼此最亲密的好友 据悉两人曾在2017年合作 盛堂换夜而相识 后合作我只喜欢你爆出恋爱消息 2019年网友在医院偶遇两位 据说吴倩正在做产检 2020年2月 张宇健的姐姐透露吴倩生娃的消息 这期间 父亲俩多次被网友拍到现身商场的照片 直到2021年 张宇健发微博承认两人的关系 正常恋爱 手续齐全 有一个可爱的孩子 但一年之后 两人官宣分手的消息 至于分手原因 大众多半都不知情 当然了 最主要因素是因为 这两个演员名气不够大 所以大家对两人的感情并没兴趣 除了两位之外 佟丽娅和陈思成在2021年5月20日官宣离婚 520原本是个开心的日子 但两人却宣布离婚消息 换一种身份守护 放眼这段感情 真心替佟丽娅感到不值 明明是个拥有话语权的女人 但在陈思成身边 隐忍的像个村妇 被问到精神和肉体出轨 哪个最不能接受时 她苦笑着回答 这种守女德的状态 让陈思成越来越变本加厉 直到离婚之后 佟丽娅画风大变 和之前盼若两人 终于找回了自己 看来离婚未必是坏事 回顾明星的情人节 内容花样百出七上八下 希望各位珍惜眼前人 莫让情人节变成情人节